10歲那時候中錯 然後結果我碰到毒品 進去關之前比較難克服 因為那時候吃比較大 就是會有一些後遺症 會有可能會流鼻涕 會有幻覺 販賣毒品 吸食還有持有 之前去關鍋 然後結束保護管束 然後又再犯 就是很對不起他們 因為我是跟我阿公阿媽一起生活 我們一直在校官所裡面服務這些 就是司法的少年 那我們發現說有些孩子 因為進到校官所之後 他出來之後他失學又失業 因為可能是因為他 進到校官所之後可能待兩三個月 然後學校老師就不讓他再回去了 等於說他一出來之後 他沒有了學校可以回去 可是他又沒有一技之長 也沒有學歷的情況下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去找工作 他找不到星光 他最快的方式 就是回到原本的犯罪的環境 就是詐騙或是販毒 那個是他比較熟悉的領域 所以我們就因為看到他們這樣的需求 我們想說 那我們就來成立一間咖啡廳 我們讓他在出所之後 他有個地方可以去 然後在這邊學習一些基本的態度 還有穩定他的作息 然後等於讓他穩定之後 他可以回到一般的職場做一個銜接 會比較好富歸社會 然後他就要 他就要 今年四月發生了 販賣毒品 然後還有吸食 還有持有 之前是管過 然後結束那個保護管束 然後又再犯 我之前進去管的時候 其實就是沒有在捧 是因為在裡面認識朋友出來又聯絡 他們就希望我可以正常一點 就是找個工作 有什麼話想跟他們說 就是很對不起他們 因為我是跟我阿公阿媽一起生活 我這裡在燒管所有上課 然後是這邊的社工去裡面上課 然後都來這裡工作看看他有沒有興趣 對然後結果就是 滿有興趣的 十四歲那時候中錯 然後結果碰到毒品 進燒管所兩個月 還三個月吧 就出來 那裡面的時間 你在想什麼 在想對家人的虧欠 然後以及 對自己 那五年的浪費 五年的浪費 因為我十四歲 我就自己出來住了 就沒有在家住了 對 然後現在我十九了 那你有感覺到自己被貼標籤 好像出來後 出來後 有阿 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找工作 我投了差不多三十幾份的努力 三十幾份 對 就是沒有人 錄用我這樣子 所以就是差不多有四個月沒有工作 那四個月你會不會很慌 還滿荒唐 結果又回去 就做飯法的事情 對 可是就是在保護管署前 又就是 又重新戒掉這樣子 那在戒掉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 讓你覺得很難克服的事情 在進去關之前 比較難克服 因為 那時候吃比較大 賣鼻子 然後 就是會有一些後癒症 會 可能會流鼻涕 會 不舒服 然後會 有幻覺 對 見到這間卡路管 你擔任的工作角色是什麼 剛開始是做那一場 然後一直到 有到外場 然後一直到 有在辦公室裡面做行政 感謝是一定會感謝的 因為畢竟 等下幫我 快兩年吧 那你覺得這段時間 你的改變最大是不是 喔 脾氣 以前的脾氣是 嗯 我看你不開心 我就直接打你的那一種 嗯 對 就沒有再跟你溝通了 那這整件事情 經過到現在 你覺得家人對你有改變嗎 我剛開始 是因為家人中錯 但是 又回到正常的生活 也是因為家人 因為那時候 我在裡面的時候 我爸 第一次來看我 因為我爸他是 大男 男子主義 基本上是不會說 喔 我愛你啊 之類的 然後他也不會哭啊 還是怎樣 然後他就說 不管你以前犯過多少錯 你只要願意回家 家裡的門都會幫你開著 就是看到他哭了就 喔 瞬間心軟 就想說 嗯 好吧 然後我就嘗試 再回去那樣子的生活 那一段期間 讓我感覺到 喔 其實家人還是在乎我的 因為他們可能原生家庭 就是有個家暴的環境啊 在學校因為功課不好 然後老師可能也不太喜歡他們 然後同儕又不是太好 所以其實他們對人 是有一些防衛性的 我覺得在青少年階段 其實是 可以教化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青少年他的犯罪喜性啊 或是他的個性還沒有定型 對 有些可能是一時的 可能受到誘惑 或者是說 做錯了選擇 好奇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們其實 只要透過好的引導 我覺得他們還是有很好的發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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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